好了 鄉親啊 繼續來看 民眾黨一個新的市長 高峰安 在立委的陣來 社群早領做理會 讓檢訪與貪污罪來起訴 民眾黨的重兵會冠儀 對高峰安最出道減停冬款的出婚 而且在亞白打無罪進場 都不能申請回復冬款 高峰安市長的 他在過去立委時期的 一個助理會的爭議 那遭到檢方以貪污治罪條例來起訴 民眾黨中央評議委員會 經過主動的調查還有釐清之後 在昨天的開會之後 也決議是暫停黨權的 那因為畢竟他這個也是屬於一個 比較重大一點的事項 所以如果是針對主席這個部分 我們還是會就詳細的一些內容 以及細節的部分 再跟他來做一個匯報 那當然主席這邊的態度 也是跟過去一樣 就是該怎麼辦 就怎麼辦 高峰安知道這個消息之後 發表聲明 說他在上星期 就已經主動來清洗 東來所有的事務 上星期向衛留中央委員 這個事務的時候 也有提出主稱停機當款 高峰安說他現在讓停機當款 不會影響他人口的動作成果 因為他主動動選 市長到集結之後 就一直是市政優先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